歡迎來到試駕頻道 我們今天試駕的是我們已經很久沒有試駕的一個品牌 現代KORNA 1.6T的N-Line 這也是小改款之後 現代首次引進的休旅車型的性能車款 N其實就代表紐柏林 我們現在並不是開純種的N-Performance 而是N-Line 但是也不要小看它 基本上它搭配的是1.6T的渦輪引擎 198P 而且在同級的CUV裡面 你會發覺它沒有什麼對手 其實我們放在Normal模式 其實踩油門它的反應還是不錯 在過彎的時候其實你也可以感受到 它的輪胎 它一切的搭配其實蠻適中的 你還是會感覺到它有一點硬朗 畢竟它是標榜Performance的運動性版本 極加速的時候 它的拉轉並沒有想像的那麼激烈 畢竟它是一顆1.6T的引擎 198P 以這樣的車這樣的價格來說 其實真的很棒 198P 那我們為什麼一直想說它要跟O系比 其實它的開車質感真的是不錯 它搭配的是18吋的圈胎 尺寸是235 45 18 它搭配的是CPC-6的馬牌輪胎 在操控上絕對有幫助 那我們現在在Normal開看看 可以知道它搭載的是7速的DCT 雙離合器變速箱 所以它的動力傳輸 比一般的純自排 甚至於一些CVT當然是更好 相對之下反而是跟一些O系車型 可以來做比較 那我們現在開始上山 所以我們就轉換到運動模式Sport 那儀表板馬上從白色變成紅色 而且它是Carbon的紋路 而且還漸進的 所以其實真的 這個儀表的圖樣的設計 是很到位的 除了熱血的儀表以外 還有抬頭顯示器 但是這部車有搭載換檔撥片 所以其實7速的DCT 我是可以讓它連退兩檔 新的這一代 他們的調校已經非常完美 可以收在你要的轉速上面 更重要它也搭配了Level 2的IDAS 包括車道維持 還有這個ACC全速域 基本上都有 所以它是真正的Level 2 操控的部分呢 可以感受到過彎 加快的速度呢 它還是可以抓得住 你在過彎的時候 會微微的聽到輪胎先叫 但是轉向不足的感覺 非常的少 車子還是照著你想要的路線走 而且我們現在放的Sport呢 它就Hold在它的檔位上 一直拉到6000轉耶 它都不換檔喔 基本上這198P加上7速DCT 性能上是沒有話說了喔 我覺得以N-Line這種 非純種性能車款 其實已經非常熱血了喔 那如果大家覺得說一定要買到N-Line 才可以有這樣的動力性能 那你就錯了喔 其實即時標準車型 它也是198P喔 少了這些運動化的套件之後呢 它就可以再幫你省5萬 那輪胎就回到了17吋喔 基本上動力跟這個輸出的部分 其實都是一模一樣的喔 那在試完了操控之後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KORNA N-Line它的外觀跟內裝 首先呢外觀當然它全車N-Line的 性能大包喔 可以看到它運動化的車頭 日行燈跟頭燈是屬於現代專屬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全部黑化 而且呢你可以看到嗎 不管是這邊的進氣口 或者是這邊的飾板 其實都是蜂巢的設計喔 一直延伸到車側喔 可以看到全車都是銅色 那當然看到更一個特別的 就是它的雙色車身 ABC柱都是黑色 尤其上面更是有金屬的黑色烤漆 車頂上還有行李架 而且還有一個鯊魚旗的天線喔 懸吊的部分其實它並沒有降低車身喔 但是搭配18吋的圈胎 其實看起來輪壺還是蠻飽滿的喔 當然這邊還有一個N-Line的名牌 車尾的部分呢其實還蠻複雜的喔 除了上面的黑色尾翼以外 有紅色的燈還有白色的尾燈 下面還有一些進氣口的造型 再加上Diffuser 但是呢最重要的是這邊 1.6T N-Line的名牌 加上這邊雙出的排氣尾管喔 引擎室內呢是再次細細升級的 Smart Stream Turbo GDI 缸內直噴渦輪引擎 那這個調校呢已經來到198B 而且你要注意喔 它是四缸1600系列 所以不管在碎巾不管在引擎的穩定度 其實它都有佔一個優勢喔 後行李箱空間可以看到它的開口其實非常大 行李箱空間是374公升喔 座椅可以六四分離 還有下面呢還是有一些空間 可以放一些多餘的物品 車內的部分呢其實可以看到就是 前面有一個10.25吋高解析度的螢幕喔 搭上中間這個8吋的螢幕 Apple CarPlay跟Android Auto都有喔 然後往下看呢可以看到Qi的無線車充 然後呢看到這個排檔頭 還有這個方向盤 還有這個座椅其實都是N-Line專屬喔 排檔桿旁邊呢其實還有同等級內 唯一的駕駛模式喔 除了我們的運動Eco跟Normal以外 其實它還有雪地 深雪 還有泥泥地的這個操控模式喔 後座空間其實還算寬敞喔 我這邊還有一個拳頭 然後呢屋頂上也有四個手指的高度 而且可以看到這是全部黑色內裝喔 當然這邊有網袋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小小的置物盒 然後這邊呢是一個USB喔 椅子後面的角度呢其實還算舒服喔 它的座姿其實是有點厚倒喔 所以支撐性不錯 而且可以看到也是有紅色縫線 跟前面的座椅搭配 那現代這次推出的Kona 在CUV的部分 以一個運動為主的車型 其實是非常稀有的喔 不管你有沒有選N-Line的Kona 其實它都是一台很棒的都會CUV 喜歡統哥節目的朋友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PIT63 而且打開小鈴鐺通知 這樣就可以有最新的節目通知喔